今天你随着师父的讲课 开始检点一下自己的根器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反复筛选 古代叫掏胎 掏胎就是对一些根器不行的人 不要把它给称坏了 不要给他的那个碗 它不是金刚钵钵鱼 它是一个陶瓷钵鱼 你从天上给它扔一个金刚钵 那个有冲力 然后它是个陶瓷钵鱼 你给它那个金刚钵扔下来 就把它连那个吃饭的家伙都镇碎了 钵鱼就镇碎了 镇裂了 那弟子是金刚盗器 所以你从天上扔下一个金刚钵下来 还能加持它 所以我们的筛选或者过去所说的淘汰 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 比方这一次我们就用一个舍得的方法来淘汰 你不舍得交费 对不起 你不要上这个课 为什么 它不是那个根器 它不想真正地成佛 不想一生成佛 那你不想一生成佛 你听这个课程浪费 反倒践踏了法 就是你得到了一个尊贵东西 你反倒不去使用它 你浪费它 这个遭见了它 遭见了它 这个还要什么 你将来要承受恶果了 所以如此这样 你入不尽来学 你没有强烈的求法心 你没有这个根器 那你就学一点别的 我们很多课程吧 对不对 那接下去的讲到无上密序的部分 就是你们只有上了这堂课的人 才有资格往下学无上密序部分 如果连着密要酒讲不上的 后面的 那他就没有资格了 为什么 你没有这个根器 你不行的 没有这个根基 那你就学点别的 那么师父除了讲无上密序 那么还有这个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各个 适应各个根基的法 那你应激听法 是这个道理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